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蓝天后盾 尊卫蓝天 尊卫蓝天 你是这片照片墙上 最没光环的那一个 也是最默默无闻的那一个 永远都在为别人着想 为别人考虑 我是负责后方的补给 我叫曹慧芳 曹慧芳是一个老大姐 没什么文化 就是后勤的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灵魂人物 回家下 她没有轰轰烈烈的东西 她更像是水 她的力量就是那么浅浅的淡淡的 又那么渗透进去的 同志们 休息一会儿 吃饭了 吃饭了 她有力气干活 跟别人到旁边休息休息 真的没事 对 其实在她的眼里 她就觉得那些有文化有知识 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人 都要把他们照顾好 因为她是仰视着他们的 那些都是她心中的英雄 这些英雄是可以改变中国的 所以她要站在他们后方 卫芳 感谢你从雪窝子里把我套出来 救了我的命 青天 能把你救出来这件事 是我一辈子的光荣 你们这些聪明人呀 都是干大事的 曹卫芳又是一个见证了 我们中国的航空事业 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的这一个过程 她的身份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就在每一个可以 描重她的人物性格 和她的出生地 和她的身份的地方 都会给她加一些 这种小点进去 教授 要不要试试 我们中国人怎么喝酒啊 这个东北娘们太厉害了 我是西北的 真是我女女小组里面 最牛的城市 不敢 青天在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曹卫芳看着好心痛啊 她不允许自己 心目中的英雄 去这样子推下去了 我飞不了了 到他们结婚的时候 她跟青天求的婚 很细微的做法 谁愿意嫁给我的 我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可我会 我愿意跟你一起过 曹卫芳跟青天的爱情 我觉得到后来是 特别特别甜的 她就是为航空事业生的 辛苦你了 我是她坚强的后跟 青天 你得答应我 从现在开始 你好好造飞机 我青天这辈子 什么都答应你 曹卫芳是代表他们的家属 因为那个实在有 无数个曹卫芳 太多了 他们都是平凡的人 为爱守候 守候着后方 守候着家人 守候着部队 守候着蓝天 所以他们就是蓝天后队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卫芳啊 若不是1949年的相遇啊 也不会有今日的 飞机设计师秦天 你就是航空人背后的 蓝天后盾 秦天 我愿意做你的后盾 愿意为祖国的上空 增添一抹颜色 愿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起